更有40%的人 他们其实发病的时间都不到50岁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 他接受了预防性的双侧乳房的切除 健保养 做靠医美学 大家好 我是浦韵整形外科诊所院长张子倩医师 这里有最实用的整形新知 也有最潮流的医美趋势 陪你一起 美丽升级 自信满分 子倩医美学 上课咯 近年来乳癌的发生率在台湾已经有 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发生乳癌的高峰期在45到55岁左右 更有40%的人 他们其实发病的时间都不到50岁 今天这一集主要想要谈一些 现在越来越受女性重视的一个 乳癌重建的一个问题 乳癌重建它其实是医美的前身 那它也算是整形外科医师的一个天职 所以子倩医师希望以自己20年来的 整形外科的经验 希望能提供所有乳癌疏后的患者 不管是重建的咨询 重建的手术 甚至是一个心理康复的过程 子倩医师有20年的整形外科的经验 独创了6滴完美熔乳 让你的美胸风平无暇 6滴完美熔乳到底指的是哪6滴呢 Design 美胸设计 依照每个人的身形比例 量身打造 客制化完美比例 Dimension 立体呈现 切口位置因人而异 点线面浑圆曲度临死角 Delineation 手术计划 描绘胸型内外合一 Dissection 全程内视镜精准玻璃 减少夹膜乱缩 Galaxy 精致雕塑 2.5公分超微创熔入伤口 Desire 梦想成真自信重现 从此告别空碑 6滴完美完美6滴 服务专注极致的美胸造后者 三个类型的人不能接受乳房重建 那这三个类型中 第一个类型就是可能年纪已经太大 那第二个是心肺的功能 或是一些他身体的肌能干肾功能 什么都已经太差 没有办法接受再一次的全麻手术的话 他们可能会选择不要重建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乳癌发现的时候 已经太过于晚期 他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器官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 判定说这个是不太适合重建的一个情况 那以现在大家对于乳房硬块的一个自我的检测 其实都是比较有概念的 所以现在其实乳癌的发生虽然变早了 可是大家也都是会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就能够发现到他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接受乳房重建的 那之前的好莱坞女性安杰蒂娜丘利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 她接受了预防性的双侧乳房的切除再加上重建 朱欣怡她也在很年轻大概36岁的时候 她就发现了乳癌 那因为她的病情的关系 她是选择没有保留乳房乳晕的 那同时她还是接受了重建 关于乳房重建的手术时机方面 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立即性的重建 那第二个是延迟性的重建 以现在大概有3到4成的乳癌的患者 他们会选择全切除式的乳癌切除手术 那大部分的人会在切除之后 就立刻做重建 那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因为 对疾病的关系 或者是她需要比较长的追踪 跟一些其他的治疗 那她就会选择所谓的延迟性重建 那延迟性重建 就是等我们整个伤口都恢复好了 然后乳癌的追踪也都稳定了之后 再来考虑重建 乳癌重建的选择 原则上大致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用我们自己身体的组织 来做重建 那第二大类就是使用甲体 也就是用液乳来重建 如果是使用我们身体的组织的话 它的优点是说 它的触感啊 外观可以比较像真实的乳房 它会随着我们的胖瘦 而有变化 那同时它也比较能够抵御 就是可能之后会做一些放疗啊 比较能够抵御这些治疗 所造成的副作用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 因为它的恢复期也会比较长 在恢复的期间 这个自体的组织 它能否存活 存活的好不好 还有你那个伤口的照顾 其实都是一个重点 那有些人 女性她为了希望能够快速的 恢复到自己的家庭跟职场中 她会选择说用液乳 来做乳房重建的部分 因为她没有那么长的恢复期 没有那么长的伤口 那除了放液乳之外 其实也可以延迟性的做一些 比如说补脂的动作 就所谓的复合式的一个熔乳 因为重建的客人 他们的皮肤渗得比较薄 而且因为乳腺完全被切除了 所以比较容易显现出 那个液乳的一个形状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在外面 铺一层脂肪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让它的外观 更加的自然 跟对侧的真乳的形状的差距 也能够减少 大部分的人会在经历了 漫长的乳癌切除手术之后 他们可能还要接受化疗 又要接受放疗 所以其实在这个冗肠的 求诊的过程中 大孕院是对他们来讲 是比较冰冷的 那也是因为如此 所以慈倩医师才开立了 这个浦韵整形外科诊所 就是希望以我20年来的 整形外科医师的一个 医疗的经验 同时已经成就了3万例以上的 美胸的这样子的龙胸经验 我会更了解在经历乳癌 这件人生大事之后的求美者 他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来帮他们选择说 到底什么样的治疗最适合他 童韵整形外科诊所的开刀房 其实拥有医学中心等级的 一个无菌镇压的 一个换气的过滤系统 那同时我们拥有最专业的 护理师的团队 以及麻醉医师的团队 但我们不同的是 我们更多了一份 对于来这边 想要做乳房重建的 求美者的一个关怀 我们的空间是比较有隐秘性的 那同时是比较舒适的 而且因为我们采的是 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 跟我讨论遇到的困难 那这些都是 子倩医师可以跟你分析 甚至是开导你 然后能够提供最适合 你最需的医疗 跟心理上的一个支持 希望每一个乳癌的患者 来到蒲韵都可以有一个 像在家一样温暖舒适的感觉 趁保养 最靠医美学 我们下集见喔